诶 你是怎么进来的 德兹兰 等等 我不想跟你打 安破莎 命令在身 我不能放你过去 自己去告诉沙卡瑞斯 敌人攻进来了 遵命 那 飞翼长你呢 阿弥索拉 只是命令 快点 知道了 为了碎裂火军 还等什么 快啊 快杀死我 不要 我不想再取人性命 我来这里是想阻止沙卡瑞斯 制裁他的恶行 不是杀害更多同胞 沃克斯 启动隔离协定 遵命 看来你还是躲在 厄比西昂的避影下 沙卡瑞斯 我们必须放下冲突 我们的人民必须团结 说得没错 我们本来就该团结 一起接受父亲 奈萨里奥的束缚 是福者 沙卡瑞斯不行 你 会沉浮于我 你会沉浮于我 不行 是福者 是我的 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吗 为了用奈萨里奥装置再次奴役我们 这就是你所谓的团结 你 你 干了什么好事 安婆莎 父亲在呼唤我们 你没听到 奈萨里奥叫我们前往亚贝鲁斯吗 他要我们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沙卡瑞斯 沙卡瑞斯 你的状况很糟 跟我来 恶比西昂或许可以 不 我要拿回我们应得的遗产 华克斯 启动传输 坐标确认 启动传输 沙卡瑞斯 能在 他逃走了 我 什么也没做到 事情还没有结束 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厄比西昂 他说他听见奈萨里奥的声音 他打算去哑备鲁斯 黑暗中的低语 情况可能比我以为的更严重 至少这里的半龙人 脱离他的控制了 请说吧 我们会找出自己的命运 你好 我是龙队指挥关安普莎 我知道你们刚经历了很糟糕的事情 你们被首领抛弃了 我可以帮忙 你有 什么吩咐吗 你有事要报告吗 和我一起去落母 我有很多事要跟你们讨论 龙队指挥官 我会跟你走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 啊 朋友 有没有帮我带什么好东西回来 别理他 这是我父亲的财产 不是他的 这不是我们现在该烦恼的事吧 有人想要继承充满的欺骗 控制和恐惧的遗产吗 看来你们找到了什么 没错 而且我毁掉了那东西 你竟敢这样做 我有权利这么做 只要那个装置还在 我的同胞就没有自由可言 他做了什么 你们两个幼稚鬼在吵架的时候 他为同胞做了正确的事情 放下过去吧 此时此刻 你的龙群需要你 告诉我艾泽拉斯的现况 我的回归至关重要 勇士 到火山口外面跟我们会合 如果我的怀疑是正确的 我们可能需要隐秘行动 厄比西昂 我认为有你和勇士 来组成小队会比较保险 不需要找其他人 嗯 我想这是最好的方法 才能熬 厄比西昂 趁勇士去对付加拉登 我们来调查火山口吧 只要我们不一头埋进危险的话 尼瑞迪克老 为奸少 勇士 做得好 那个符文 应该会启动我在塔顶 看到的图腾 我们已经找到几个 适合侦查的地点 准确的情报 不可太太 龙泪血脉 看那里 那个加拉登 看起来还在沉睡 洪荒使者正在唤醒他 我们得快点阻止他们 等等 你感应到了吗 注入岩浆的那个火焰 难道是 是暗夜 那个逼疯奈萨里奥的毒素 我们得终结这一切 不能继续任由虎化破散 塞伯利安 这里怎么了 我们要利用这个洞穴保持隐秘行动 野兽可能会触发警报 我不会失去理 看来 木已成舟了 现在 情势严峻 我们必须克服内乱 才能翱翔 只要出手够快够准 就能不被发现的进入火山口了 那就在被发现之前 快点行动吧 飞拉塔已经唤醒你们 有位置 这事实上病毒了 别耐心点 漂亮的事 我们要有耐心 为了长老的自由 我们等到好几百年 你的化身 应该要律师我们的交易 那是什么 你看 火山口那里 飞拉塔 他在吞噬 暗烟 我闻到龙虾的味道了 消失吧 车子 小黑龙 赛博立安受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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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士 我们得逃走 赛博立安受伤了 飞走吧 小黑龙 我会主宰你们 没办法控制的力量 愿守护巨龙建顾你 千万小心 我是正统的继承人 他 他用暗咽抓住了我的手臂 恶比香 他连呼吸都会吐出暗咽 他在吞噬 好烫 他会说话 我看到了 我知道 我们先帮你处理伤口 再讨论怎么打倒这个怪物 现在别担心我了 你先去对付菲拉卡 你是我的兄弟 我不会牺牲你的性命来杀菲拉卡 你才是最重要的 好吧 这样我才能在之后的战斗中帮助你 过去的错误就由我来导致 愿风直音你 我现在的状况恐怕无法战斗 塞布利安 塞布利安 那就别战斗 把力气保留下来 我要菲拉卡付出代价 我说到做到 趁菲拉卡的部队被引开时 我们得快点行动 这样应该可以 把这些核心放在图腾周围 我们把暗咽从塞布利安的伤口引出来的时候 会用它来控制暗咽 勇士快点 我感觉的 勇士 我会需要你的协助 等你准备好 我就会开始引导 这 我的手臂越来越麻木了 你在做什么 我要把暗影的腐化引到最外层 撑着眼 痛到受不了了 成功了 我净化你了 你自由了 勇士 收集核心 我们得解决这些东西 把他们丢进岩浆池 这样会进一步增强腐化化身 伤害既存 为时已稳 覆水难收 很高兴看到你 我们必须克服内乱 才能翱翔 塞布利安 你的伤还好吗 我还没复原 但是暗咽 消失了 没有被暗咽爬过灵魂的感觉了 看来我们当时的动作够快 你得到净化了 我担心的是最坏的情况 最后会像他一样 有话就说吧 那么我们后会有情 费老塔本来有这么大只吗 他看起来比上次战斗还大 我杀过的古罗还比这小虫子大两倍以上 我认为他吸收火山口的能量后 会变得越来越强的 那么在他变得比我们强之前 我们得抢先进攻 勇士 你和这样的怪物交手过 你知道我说的没错 我可以信任你吗 我们不能被灰暗的过往所束缚 黑龙军团 绝对不会允许再有来自暗影的怪物出现 长毛 那我是白痴吗 如果加拉等能刺穿我的外衣 他们早就真心口吼地杀了我 赛博利安 那些虫子相信 又离开 我都快得到暗影了 我们离开过山口 就快成功了 你有暗影吗 对 对 我的心力量 日古力量 现在 是我的吗 加拉的长老啊 从奴役中 走死吧 我们挡不住了 你起来长老 别让那个奈萨利奥之子逃走 红黄使者 萨克力 进攻 进化这座洞窟 进化这座 巨龙群岛 落母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安静 包力 不能 直接把长矛拔出来 勾着 会勾住鳞片 我可以加热金属来软化矛头 我 我来集中力量 塞布利安 你受伤了 弟弟 我会付出一切想办法救你 我的回归这样很痛 但是会让伤口密合 我 我使出剩下的力量了 好了 有事 趁还没冷却 帮我拔出长矛 我没力气了 你看起来很夜熟 很高兴见到你 愿风之 我们必须集结力量 但是落幕的隐属人等不了了 飞上天吧 勇士 我们很快就会奔上 我们很快就会奔上 太坦了 你们两个居然把这件事怪到我头上 火山口的事情根本与我无关 沐西洋 我们必须作为军团代表 告诉守护巨龙这个消息 菲拉卡带着毁灭性的力量 出现在扎拉莱克 下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带着荣誉效命 亚历史竹杀女王 现在状况相当为奇 我们跟着菲拉卡 到了下面的巨大骨口 那里是火焰元素的源头 他吞噬了内部的能量 现身时全身包覆着暗焰 暗焰 我们不能冒险让你们遭到腐化 其他军团会去追菲拉卡 并且想办法阻止碎裂火焰军 你不能回扎拉莱克 生命守护者 多谢你的好意 但受到腐化的是死亡之意 我相信我们拥有足够的能力 来抵抗下面的腐化 你们都要去吗 这是属于我们的战斗 黑龙军团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会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很好 你准备好以后 就前往扎拉莱克吧 愿真正的大地守护者精神指引你 我们的长老很久以前被龙抓走了 他被软禁在亚贝鲁斯 等我们营咒 加拉登可不会忘记这件事 我们很快就会入侵那副监狱 释放他们 今天要让敌人知道 这片土地 让我们守护 现在我们要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愿之会指引我们 大家做好准备 阻止加拉登军队 是我们军团的职责 严峻 我们必须克服你 小家伙 放轻松 我会伤害你 恨 这一个还带着父亲的旗帜 被龙兽的武器杀了 看来他们依然效忠奈萨里奥 可能是从亚贝鲁斯逃出来的吗 带着龙兽效命 千万小心 愿风直音 快把笼子锁好 我们要去亚贝鲁斯了 我会亲自检查龙子 不能再让实验对象 逃出实验室了 如果这些蛇行怪物 能为龙群效力 应该会变得非常的有用 塞伯利安 他们不是怪物 是我们的手足 他们只不过是父亲失败的实验品 只是战场上的炮灰 我们的出生 不能左右我们的未来 还是你觉得我也只是个炮灰 对 严格来说 你不明白自己的命运 早已注定了吗 不管再怎么否认 你们都是血脉相连的兄弟 就像翅膀 必须学会飞行 不然就会 一击失败 现在来得及 沙卡瑞斯别再执着 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没有赢家了 只会造成破坏 不信 你别想阻止我 亚贝鲁斯是我的 我要听从他的呼唤 看来你做出决定了 我们不能让那个狂热者夺走实验室 干嘛看着我 我们走吧 你不追上去吗 我知道他会受到制裁 但是他迷失了 我不想再对抗自己的同胞 但是你 他们两个必须自己去面对这件事 只希望他们能 他们迟早会明白 奈扫里奥留下的传承 就只有死亡 那我们去找 还没有屈服在命运之下的半龙人吧 安破沙 你带路吧 你有事要报告吗 现在情势严峻 千万小心 愿风直引你 我们必须克服内乱 才能翱翔 沙卡瑞斯 你失去了朋友 我很遗憾 就像你说过的 这是他的选择 只不过 他被带入歧途 沙卡瑞斯 曾是半龙人的一员 应该要好好替他送别 当然 我陪你去他倒下的地方 雅贝鲁斯那里还有一些威胁 最好别让他们自己过去 我同意 勇士 你要一起来吗 大家一起行动 比较好 有话直说吧 回顾过去 我还在蛋壳里面就知道死亡之义腐化的事情 但是我从未想过 他的影响竟然如此之深 父亲他会 坚持不懈地达成他所追逐的目标 绝对不会半途而废 你欣赏这种特质 就某些方面来说 没错 只不过看到实际影响之后 我有点动摇了 报告 情况如何 忠诚者还留在实验区那边 而且有些实验室里 仍有扭曲的怪 其他地方呢 我们正在抵抗加拉登 不过战况依旧激烈 卡维亚 谢谢 我一直都在警戒着 黑爪永远忠诚 加拉登是黑龙军团的死敌 可是被关在这里 看着自己的生命力被吸走 就算是敌人 这种下场还是太残酷了 他们关在这里多久了 久到没人记得了 可怜的东西 难道父亲 难道父亲真的有这么不重视生命吗 他一心只想打造一个 由黑龙军团称霸天下的未来 我当时 也是这样 赛勃利安 你跟他不一样 你追求的不是称霸天下 而是黑龙的繁荣兴盛 那是值得赞许的目标 怒想 谢谢你 但是 我做的还不够好 说真的 我再也不想踏进这里 的确 这整座设施我都不想再踏进来 好 我们就快点做个了结吧 愿大家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他做出那种事 为什么还对他这么好 他好歹也是半龙人 而且应该要以他为鉴 他原本可以帮助我们的同胞 却盲目追逐奈萨里奥的幻影 带来更多的绝望和毁灭 真希望沙卡瑞斯 能铭记死亡之意的惨剧 明白那不是光荣的传承 而是可怕的遗毒 如今半龙人 该迈向属于自己的未来 你希望那是怎样的未来 能够摆脱旺日纠缠不休的阴影 自由建立崭新传承的未来 厄比西亚 是你让我相信 这样的未来是可能的 就算是最痛苦的回忆 也能从中汲取教训 奈萨里奥是导师 是父亲 更是我的同龄者 我一直渴望用他的方式 领导黑龙军团 以致无法看清 不 其实是不愿承认 他邪恶的那一面 我不认识奈萨里奥 只知道死亡之意 他经常出现在我的噩梦 欣喜若狂 确信我会跟他一样邪恶 兄弟 那绝非你的本性 哼 我本来以为 我的使命就是引导黑龙 迈向未来 那并没有错 但应该是以我自己的身份 而非守护巨龙 而我也不该继承那个地位 看来你不用再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了 这是 我的荣幸 愿你们的信任 成功铲除奈萨里奥制造的怪物了 不过 沙卡瑞斯已经属于虚实 沙卡瑞斯已经屈服于虎化 我们只能打倒他 我们损失惨 我们损失惨重 同时提醒我们追逐力量是有代价的 那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到的教训 的确 我的兄弟 在对抗黑龙军团黑暗过去的同时 我们也找到了军团的未来 我一直相信你们能找到 说吧 我们认为 应该由厄比西昂领导我们 他的智慧和同底心 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我同意 厄比西昂 你愿接下重任吗 我很荣幸 但 我需要将军和外交官从行协助 很好 来 欢迎你加入我们守护巨龙 大帝守护者 沃浊肯的居民 我在此宣布 从今天开始 将由厄比西昂 作为大帝守护者 以及黑龙军团的守护巨龙 来服侍他的子民 借着无比的英勇 和强大的韧性 终于平息亚贝鲁斯的危机 同荒化身 打算利用我们死去兄弟的记忆 当作武器 用来分裂我们 让我们忙于内斗 弱化我们的决心 他们失败了 对抗这些阴影 反而让我们更加坚强 看看现在的我们 经厉害了 经历如此优远的时光 五大守护巨龙 终于能再次履行我们的古老职责 并且携手支持 每次都出手协助我们的凡人勇士 不久之后 爱泽拉斯就会迎接梦境 那是希望的象征 同心协力 我们就能守 凡事生命都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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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rrors 详üyorsun